上帝把所有人的财富都剥夺了 三天以后上帝给了每人一只鸡 第一组人终见到了鸡啥也没想 磨刀祸祸鸡汤滚滚 饱餐一顿后老磕 另一些人没想好 看到吃饱喝醋的人享受的表情 忍不住把鸡也宰了 第二组人同样狠狠 一些人看到自己拿到的是母鸡 忍住把母鸡养了起来 母鸡每天下一个蛋 虽然吃不饱但也饿不死 拿了公鸡的人也不敢随便吃 让自己的公鸡打鸣 每天孝行大家喂养母鸡换一个鸡蛋吃 最后一组人找到了第二组人 说让你的公鸡和我的母鸡产摆 生下小鸡 小鸡长大后下的蛋 每天分你们一个如何 第二组人一想同意了 过了一段时间 第一组人受的受苦凌循埋怨上帝 第二组人满心欢喜的过着小日子 第三组人收获了许多小鸡养不过来 找来第一组人 问愿不愿意干活 可以分给你们鸡蛋 一开始 每人一只鸡的平等社会 随着时间流逝 再一次出现了穷人 中产和富人 渐渐的 社会上出现了这样的祈祷 上帝啊 请你把每个人的财富都剥夺 还给我们公平吧 穷人和富人的思维区别 就在于八个字 穷人消费 富人投资 穷人往往只在乎隐情利益 大部分穷人习惯守猜 总以为钱就是财富的宣布 有了钱就有了一切 包括社会地位 乡车美女 以及成功的人生 为此 穷人常常习惯于为了挤毛钱 和街边小贩 讨价还价 和亲友同事 勾心斗角 费心心思 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甚至付出人品代价 换来的 除了钱 其他财富 几乎没有 富人虽然也爱钱 但是往往胜在取之有道 用之有数 从金钱资本到家庭关系 社会关系 身心健康 文化修养等方面 每一方面在富人的财富榜单上 都占据着不可取代的位置 认同的 请点赞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